可以看到第一个已经加装完毕的电梯 就在我身后的15-21号楼一单元 2000年建造的 所以说已经20年了 咱们也是第一受益者 电梯改造完以后确实挺方便 花钱不多享受不少 所以安装电梯是我们的岁数大年龄高的 这个是一个梦想 要说这个小区从材料准备到竣工完成 只用了70天的时间 我觉得效率够高的了 接下来小翔就带各位小伙伴进去看看 这个楼加装完电梯是什么样子 进到单元楼到之后 可以发现电梯的入户方式 是采用的一种半层入户的方式 介于每个楼层中间的平台的位置 我们点开电梯看一下 好 进到电梯里以后 可以看到电梯现在整个是一个 全封闭式的电梯叫箱 电梯上面写的是载重是11人 11人对于一个七层小区来说 我觉得对付日常的居民上下楼梯 是完全够用的 虽说这电梯内部看起来 和高层住宅电梯没啥区别 但是肯定有不少老铁担心 毕竟是后家装上去的 外观上能好看吗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栋楼的北侧 可以从这一北侧看到 整个外挂电梯的全貌 纯玻璃式的外壳 一直延伸到七楼 整个外挂电梯 与原有的这栋楼的结构 并没有什么违和感 看起来挺好看 就挺漂亮 外边看起来还挺黑玻璃的挺好 所以当时整个人就说好事 我们每天在散步我们知道 一天施工就说散步好 这是给你们送来迅火 现在各位小伙伴 最关心的问题肯定就是 安这个电梯到底花多少钱 以及电梯未来的保养维护费用 以及电梯所需要的电费 一共需要花多少钱呢 它总共钢结构 加上土建再加上设备 是45万 扣除政府补贴的费用 是18万以外 居民承担费用是27万 安楼市好像是一样 完了之后呢爱队系数一 完了那个每一个楼层 完了之后呢加0.5 加到我五楼呢 就是2万刚出头 维护费有电费 基本住户一年也就是500块钱左右吧 电费啊 一年可能也就是7800块钱吧 这个电梯这个东西没有多少钱 现在电梯的费用 各位小伙伴心里一定有数了 还想加装电梯的小伙伴现在更迫切的想知道的是 我也安装这个电梯 我要加装这个电梯 需要走哪些手续 需要走哪些流程呢 简单点说 首先房子得有不动产权证 总楼层得在四层以上 第二 85%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订增设电梯协议 如果您家的小区真有这个想法 赶紧跟当地的社区联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